是說等一下總評分 我還是覺得交給廚佛來 還是交下檔 沒有 就跟你說你要評的 玉璽咧 我的分數呢 僅供參考 沒有 你的分數就是分數 你不要再Cue我就好了 讓阿張是這麼難抉擇 因為這場比賽是神仙打架 邵榮他專事中參 是有非常深的底子 所以跟他這一次合作 以及就是當對手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趣 又好玩的事情 鄭偉目前應該算是我排行 前三名最想要遇到的選手 所以剛好這一次配到他 我覺得還滿 真的是滿開心的 代理這種進行名除何作賽 節目長在各領域的強者廚師 擔任指導老師 依據著分組選手練習與產品 都最後評選 宇宙宇就像軟笑容 誰能成功挑戰阿張式 這道菊花豆腐呢 切的時候速度要快 下道的時候大概在豆腐的 飯再多一點點 要切生比較好是切 也不能太淺 也不能太深 很輕鬆啦 我好痛喔 這切起來那麼簡單 他弄好像15秒20秒這樣 是師父啊 是師父 別鬧了 你們可以 你們是十二強 好 感謝製作兩位的戰略 讓我們展開會進去十二強 謝謝大家 好 現在 鄭偉要開始 進行他菊花豆腐的部分囉 請問一下兩位的高湯裡頭的 內容是什麼 暫停 暫時不問 他現在不會理你的 他現在實話了 鄭偉這個時候 你是怎麼樣去克服這一點 因為這個是導致的先天優勢 他可能要等到豆腐切完 才有辦法回答對不對 對 他們兩千都會封印了 因為切豆腐真的是 沒有辦法回答他 沒有 豆腐之呼吸 宜之行 兩位選手現在目前都是 刀跟豆腐結為一體 那他的腦筋裡面呢 就只有豆腐 所以有些人做瑜伽放鬆 他們是切豆腐放鬆 對不對 你覺得他們切豆腐有在放鬆嗎 他們根本不想理我們 像阿洋這邊呢 他會用一個抹布 乾淨的抹布呢 墊在刀的前面呢 做一個平衡的支力點 這是很厲害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節目呢 我們的這個 電視前面的這些觀眾呢 看到想要學這道菜 又不會切的話呢 那 不如去餐廳買 沒有 就是買一個模具 買一個模具 用硬的 對 罩籠這邊 罩籠切好了喔 好漂亮 是 兩位都已經完成了 因為我剛剛在看邵榮 拖了一個很大的氣 邵榮 你現在可以講話了嗎 可以 我快斷氣了 他剛剛是把布扎著 然後一個呼吸都沒有 然後開始切 其實我剛剛比完 我覺得我對我兩位選手很不好意思 我兩個小朋友很不好意思 但是我看了之後我覺得 他們還好 他們至少還可以聊天 對 之前在試的時候 完整度是誰比較佔優勢啊 那是沒有辦法的 阿章師 想踢皮球是吧 你的部分就 你就要自己解決 我現在是做就是 下位的就是 蒜蝦炒飯 因為畢竟 中餐的料理的 就是 五千年的歷史 我是真的不太懂 所以我就做一個 就是我就是平常 就是家人會帶我去吃 就是我也比較喜歡的一個 蒜蝦炒飯 蝦頭為什麼不拿起來 蝦頭 蝦頭的味道就是讓它更深入進去 可是你的蝦頭的虛沒有去 那它不會在盤子上面 它是一個香蝦的味道在裡面 阿章師 你覺得它蝦的那個虛沒有去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所以說等一下總評分 我還是覺得交給廚佛來 還是比較恰恰 沒有 就跟你說 你要評的 因為是在 對 我的分數呢 僅供參考 沒有 你的分數 就是分數 他們的分數才是參考 你說不準這裡 菊花豆腐配上炒飯 光看就想吃 那條阿章師怎麼選 他們兩個的炒飯跟 我們的菊花豆腐 都非常的棒 所以說 我要怎麼去選他們出來 最後還不忘繞回自己身上 你現在終於願意 要評分啦 阿章師 你不要再剃我就好了 你把你壓進來 有時候 你把你壓進去 也會成功 你把你壓進去